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5月15日,星期五 那就在昨天2020年5月14日的时候呢 川普他接受了美国Fox电视台 福克斯电视台记者的采访 在这个采访里面呢 他开片呢,又甩锅中国 说到这个疫情的时候又说 哎,这全都怨中国,中国是源头 中国如果是早就应该把它控制住 如果中国控制住的话 我们现在都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灾难 关于这个源头这个事呢 美国呢,川普啊 川普和他的团队呢 为了甩锅中国,一直坚持就这么说 一开始说呢,他们是有证据的 后来又说呢,没有证据的 又说呢,这个病毒来自于中国的武汉实验室 后来又没有证据 说来自武汉的实验室 那川普呢,在昨天的采访中 他又再次提到说 不管是来自于实验室啊 还是来自于蝙蝠 反正呢,这个源头就是来自于中国 这一点呢,其实都不用去反驳他了 钟南山呢,早就说过 就是一个病毒啊,在一个地方最早被发现 不代表着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病毒的源头 比如说那个艾滋病,对吧 它是最早在美国发现的 难道说美国就是它的源头吗 其实现在呢,也说不好 那现在呢,中国虽然说是最早一个发现的 只是说,在一段时间当中 世界认为中国最早一个发现 那随着实践的推移呢 现在我们又出现了一些新的信息 对吧,你比如说法国 法国呢,通过对一些早期病例的一些个分析和排查呢 就发现他们在2019年12月27日住院的一位病人 是一位42岁的男性 这一位病人呢 他实际上,他当时得的就是这个新冠肺炎 而且呢,他12月27号住院的时候呢 已经出现了四天的症状了 也就是说12月23号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症状了 如果他12月23号就来看病的话 那他就比中国最早发现的那一例 也就是12月26号 在中西医结合医院 张继先医生所接诊的那老两口呢 就比那个要早了 要早了三天了,对不对 那如果他那会儿就去看病 法国就给他确诊了这个的话 那这就不是中国了 就不是中国首先发现了,对不对 那还是他在12月23号呢 有了症状 那他在什么时候感染呢 这又是一个问题了 对吧 那还有法国去参加 在武汉的军运会的运动员 他们现在的反应说 在当时的时候呢 他们好多人当时都得了病 而当时的那些症状呢 据他们现在回忆说 当时的那些症状就非常非常的像 这个新冠肺炎 那还有你美国 美国在新泽西州的那位州长 那位州长现在呢 就担心他在11月份 在11月底的时候呢 他就得了这个新冠肺炎 那他去做了一下抗体检测呢 果不其然 他身体里面就有这个抗体 但是这件事情呢 就说不太好 这是什么时候 他什么时候得的 那最近呢又出来了 是这个佛罗里达州 有171个病例 他们呢也是早期有了抗体的 所以说呢 随着这个信息的出现呢 越来越偏离了中国 越来越呢 跟中国没有关系了 所以川普他现在呢 还在甩锅中国 他就是硬拗而已 硬拗而已啊 那他呢 在14号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呢 竟然还说 记者呢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联系这个习近平 他说我现在呢 没有心情和习近平说话 我想呢 这他应该说的是一个实话 他哪里有心情和习近平说话呢 他国内现在是狱团的糟啊 11月份马上要大选了 他国内呢 方方面面 他说搞不定 这个疫情呢 搞不定 疫情呢 现在在美国 还是处于一个上升期 远远都达不到 重新开启的那个条件 那些条件 专家们呢 都强烈的不建议 重新开启 不建议复工 复产和复学 而白宫呢 最近有接连 有感染的病例 就是这个病毒 都深入到白宫了 有很多民众就是说 如果你连白宫 你都控制不住的话 你何以能控制全国呢 你现在把这个 还甩锅给中国 现在说 没有心情和习近平通话 再就是 如果和习近平通话的话 跟习近平说什么呀 还是谴责中国吗 说中国隐瞒吗 中国什么时候隐瞒了 他们的CDC的主任 在星期二 在国会作证的时候 也亲口向全世界承认 早在1月2号3号的时候 中国已经开始 和美国进行这个沟通了 每一天 从1月3号开始 到2月3号 这一个月的当中 中国和美国的CDC 或者CDC的部门 或者是CDC组人 雷德菲尔德本人 跟他们沟通呢 已经达30多次 几乎每一天 都跟他们沟通 都跟他们汇报 尽管呢 跟美国汇报 其实没有必要 但是呢 中国就怕你赖着 就怕你赖着 而且呢 就是科学界啊 合作的氛围 其实还是蛮融洽的 不像这个政治界 这么敌对 中国的这个CDC啊 和这个雷德菲尔德 他们之间的沟通 其实氛围 非常的融洽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美国方面的工作人员 和中国方面呢 并没有什么敌对 大家就是实实求是的 因为他们又不面临着选票 他们又不面临着说 民众因为对他们有误解 然后他们会下台 他们又不面临这个 所以呢 他们的工作态度呢 都是实事求是的 那雷德菲尔德呢 这一次在美国国会 做这个证呢 应该说呢 这也打了川普的脸 完了以后呢 福克斯电视台 还做了一篇长文 来抨击那个福奇 而他那个长文里面 抨击福奇的 有大量的内容 实际上都证明了 中国的无辜 都证明了美国的疫情 和中国是没有关系的 这个锅是甩不到中国去的 那川普呢 在14号 在福克斯电视台 这个采访当中呢 他还表示 说和中国 就算是切断关系 也没什么 说和中国呢 签了这个第一阶段的 贸易协议之后呢 很快就来了这个疫情 这个疫情造成的损失 要比100个贸易协议呢 都还要大呢 说如果和中国切断关系的话 美国呢 起码会省掉5000亿美元 会省掉5000亿美元 然后他顺便呢 还提到了北约 说北约呢 也是占我们便宜的 我们每一年在北约 贡献出来的这个汇费呢 这个数额是相当惊人的 我们在北约 只是保卫欧洲 跟美国没有什么关系 而北约呢 还在贸易上 占他们美国的便宜 听川普的这个意思呢 川普 美国趁早就闭关锁国得了 跟哪一个国家 也甭发生什么联系 省得这些国家 占他便宜 然后他又说呢 我们是这个世界上 最伟大的国家 We had everything best 我们什么事情 都是最好的 什么事情都是最好的 而实际上 美国已经不再伟大了 就像川普 他在竞选的时候 那个口号 他是说 我要让美国再次伟大 这个话的前提就是 美国已经不伟大了 实际上他心里面 非常的清楚 美国在很多方面 已经不是最好的了 2019年呢 全世界的这个专利数啊 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 成为全世界专利数 最多的一个国家 然后呢 全世界的前500强 前500强的企业 其中中国呢 占到了121个 而美国呢 是129个 就差8个 然后如果再有8个 中国的企业 进入500强的话 那中国和美国呢 就持平了 如果美国保持这129个的话 那然后呢 我还看到了一个 银行的排名 全世界最具有实力的银行 前十大银行的排名 其中前四个银行 全都是中国的 中国工商行排第一 中国建设银行排第二 中国农业银行排第三 中国银行排第四 然后其后 后面呢 才是美国的银行 在这前十名当中呢 中国银行占四个 美国银行占两个 法国银行占两个 日本银行有一个 英国银行有一个 一共是十个 曾几何时 这个前十大银行当中呢 主要的都是美国的 曾几何时 这里面没有一家中国银行 可是现在你看 对吧 从前五百强的企业 到前十名的银行 再到这个 发明创造的专利数 美国 你还是最伟大的吗 川普说 We had best everything 哪里是everything啊 对吧 再就是 关于呢 最近台湾 要成为这个 联合国世界卫生大会 观察员这件事情 有13个国家 发了提案 其中呢 可没有美国 也没有欧洲 之前台湾呢 吹牛吹的 说美国呀 欧洲啊 这些国家 全都支持他 包括澳大利亚 现在看来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前头的 为什么没有一个前头的呀 美国他也得考虑自己啊 美国从来都是考虑自己 他不会考虑别人的 美国 他在联合国 他的提案通过的比例 是非常低的 是非常低的 因为联合国 你大国也好 小国也好 每个国家一票 美国在联合国 他的声音 他发不出来 发出来也没有那么大 大家的音量 都一样大 就显得他呢 势单力孤 这是为什么 他在这一次的 联合国 世界卫生组织 这个大会 关于台湾这个问题呢 他没有提出 这个提案 因为他提了以后呢 没有人响应 他也撒不打眼 为了一个台湾 不值得 川普说 让美国再次伟大 现在看来呢 他的目标 不仅不能实现 而且走向他的相伴 美国在这世界上 越来越没有力量 正所谓 得道多助 失道挂注 美国 是失道 在抗击疫情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和美国 所收到的效果 其实比预计的 正好相反 美国呢 是一个科技啊 医疗啊 各个方面 都很强的国家 但是呢 在疫情的面前 他们搞得一团糟 它是全世界最糟的 而中国呢 以前并不觉得 在这方面是强项 这也是为什么 疫情刚已发生的时候 中国除了跟联合国 卫生组织来汇报以外 同时跟美国保持联络 保持合作 就是中国呢 那会儿说实在的 信心没有那么足 信心不足 希望能从美国那儿 得到一些帮助 而事实上呢 美国不给中国帮助 但是中国非常成功 做得非常好 川普还说 是中国让这个病毒呢 扩散出去了 说中国把这个病毒 从武汉扩散到了全国 从全国扩散到了全世界 这纯属是胡说八道 纯属是胡说八道 你看美国 现在它的疫情的发展 基本上呢 比较均衡 但是你再看中国 中国只有武汉 是一个中心 对吧 控制的非常好 湖北省以外的各个省 感染的非常少 都非常少 光说没有用啊 对吧 你只能说 现在美国说 我就不相信 你中国说的是数 那你不相信 你有什么用啊 中国这个上海的 这个专家 他就说 他说你不相信 你有什么用 你又不相信 那中国 他是放开了呀 现在也没有泛滥 对吧 中国是在湖北省 这个确诊人数 基本上为零 连续很多天 都是一位数的情况下 然后呢 很多天 为零的情况下 才开放了湖北 后来在武汉呢 也是同样的这种原则 后来才开放了武汉 但是现在你看看 武汉 湖北都稳定住了 在东北呢 反倒出现一些 社区性的感染 但是一旦出现的话呢 中国有效的 给他遏制住 前一阵呢 是隋分河 后来呢 是哈尔滨 那现在是舒兰 但是呢 感染也没有多少 跟美国相比的话 其实这些地方 也都不算什么 但是你必须得是 在这个规模的时候 就给他控制住才行啊 并不是像美国说的 中国就任由他泛滥 并没有 美国的国会呢 就这点我觉得 我还是比较 对他们有信心 他们能够进行调查 让方方面面的 都来作证 在作证的时候呢 那些议员 能够敞开问他们问题 通过这种问题呢 能把这事掰齿清楚 而不是呢 就像这个蓬佩奥 和川普这样 就靠这个一张嘴 两张皮 叭唧叭唧的胡说八道 反正他们的国会啊 进行听证 这件事 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事 这事能搞清楚 不用中国出面 也能搞清楚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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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